Celina生了,金铺宝宝费鸡水助保温箱最新近况曝光 艺人Celina前阵子还挺着大运度,担任田富珍演唱会嘉宾 当时笑说问过医生,绝对不会突然生出来 不过7日突然发文透露宝宝已经生出来了 但是有费鸡水,还助了保温箱好几天 Celina发文中透露,把妈妈吓坏了 助了几天保温箱的你,终于拿掉身上的管子 而好不容易拿掉身上的管子 Celina也说,看着你的小瘦,轻轻比着OK 好像针孔与鱼青,是你勇敢的战机 包括我的带铲包啊,什么什么东西都准备好了 而且我每一天就是都在想,就是会忍不住 一直想着我要带什么,我要带什么,我要带什么,我要带什么 然后呢,就一直把它写在那个手机的笔记本里面 然后就很多,就是越来越多越多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带一咖心理箱去 还生生了,还生生了 没有啦 Celina宣布要去生产啦,公说有感谢或倒数了 就是很倾向是自然产,顺产的方式让它出来 所以这个头围就很重要 Celina宣了,进步包包费,鸡水珠宝,微箱最新情况曝光 肚子很大很沉,然后伴随着不定时的公缩 它又还能踢 我真的不知道我里面到底是有多大的这个寄瓶在给它住这个豪宅 41岁的Celina确定即将卸货 就算已经38周,还是照常录制Podcast节目 迎刃而解,分享即将当妈的心情 我自己还是有一个目标嘛 我就是有时候我想要就是优雅的生产 希望自己漂漂亮亮的去生产,所以第一个街帽一定要把它种好 有一点点希望都是规划好的状态下 我希望自己是在准备好了 很多人都知道就是生产要准备那个生产包 就是你要去代产的时候要准备的东西 而且我每一天就是都在想 就是会忍不住一直想着我要带什么 我要带什么,我要带什么,我要带什么 然后呢就一直把它写在那个手机的笔记本里面 然后就很多,就是越来越多越多 所以我现在可能会带一咖心理箱去 哈哈哈 我把它当成是一趟旅行 所以我就是会准备带着我的心理箱 然后我旅行会带的东西基本上我也都会带着 她很担心我,万一生完之后 她怕我会有抢后忧郁 她最担心的是这个 如果真的发生了,我就跟小鱼说 没关系,如果我真的有 你觉得我有,或者我也觉得我有 定要第一时间就寻求医生的帮助 Selina产前最后一路 再加上先前,Ella已经预告 11号SH1成均22周年纪念日当天 可能会有小惊喜 也引来不少粉丝猜测 可能就是公布小妖果顺惨消息 还天生啊 好像天生啊 他怎么像你 没有啦 刚刚我屁事啊,他傻孩子 彩排的时候我就哭两次了啦 那我这个衣服没有口袋 我交代她带卫生直接的 她真的有耶 姐妹真的很值得托付啦 COO COO,果然是要生乐才这么感性 8月初Selina还挺渡站台好姐妹 来个SH1久违大合体 三人高歌献给即将出生的小妖果 给小孩一些岛山 给小孩几天海洋 当他们受一点伤 有些被勇敢 说妖果,这就是你最好的胎教音乐 你从小就是要听SH的歌 你就要喜欢我们的歌声 你要以妈妈为荣 很自私的胎教音乐 所以我就有约定好 就是生完一生完 顺利生出来的那一刻 马上帮我擦口红 然后再跟小妖果合照 鸡腿游泛你全六四次 那干我屁事啊,那是他儿子 为什么他儿子游泛要我跳 马志祺会出离 我只要给他送给他的礼物就好了